你能看出这两条价格走势 哪一条是茅台 哪一条是比特币吗 是不是有点分不出来 难怪最近 大家问忍者最多的话题就是 都长成晴天柱了 还能投资比特币和茅台吗 忍者ATM不是一个见谷的栏目 也不擅长技术分析 但是我们希望每一期节目 都能提供给投资人一种新的视角 往往最新的东西 需要回到最老的地方 旧约圣经里说 是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 被赶出伊甸园才有了人类历史 马库吐温曾经指出 他们不是因为健康去偷吃苹果 而是因为苹果是整个伊甸园里 唯一被禁止的食物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人从一出生开始 就对陌生事物有天然的学习欲望 当你禁止小朋友吃糖的时候 只会适得其反 到了青春期 我们又会通过做长辈禁止的事情 无论是喝酒抽烟 偷吃禁果 或者纹身 证明自己的人格独立 成人以后 虽然很多儿时和青春期 外来的限制已经不多 这时选择偷吃禁果的 往往是为了表达 一种不同的意见或观点 在比特币被很多经济学家 投资人和政府嗤之以鼻 贬低甚至限制的时候 以上提到的好奇 我偏要和你凭什么 这三种心理活动 为比特币价格上升 提供了隐蔽的心理动机 2012年反腐开始 茅台从很多高档餐厅中消失 我曾经看到过 干部请客用白瓷酒壶给大家上酒 在座心照不宣 把壶里的茅台一饮而尽 味道似乎更好了一些 还有一个朋友在国际组织工作 前几年来中国出差 总会成为地方政府和茅台的借口 多的时候 70多个地方官员 请他一个人吃饭 人家心里也是懂的 尽管茅台只成为了 某一人群的禁果 但他的地位 似乎在所有人的心里都提高了 除了禁令以外 比特币和茅台都不好买 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原因 期货可居 是小学生教材里的道理 购买虚拟货币有技术门槛 而茅台更是需要先预约 再上闹钟 在APP上抢 最后 还有一种投资人的心理 是更加难以捉摸的 你去问不同的人 会发现比特币和茅台 要么是高瞻远瞩 价值投资的难得典范 要么是历史上少有的投资泡沫 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观点 蕴含着不小的投资风险 即便是最坚定的信徒 也不会认为 今天二者的价位 留下了什么保险系数 可是在很多人能通过手机上炒股 就赚钱的时代 便利也留下了一种新时代的空虚 祖先们狩猎和航海的危险和刺激 今天可以在承受金融风险的过程中 得到满足 有一些投资人是冲着比特币 和茅台的风险去的 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 所以在基本面和技术面后面 比特币和茅台的价格飙升 还有心理层面的因素 在你小酌一杯的时候 想想是否能把他们 也装进你的投资模型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 头条或者YouTube上 搜索并关注忍者ATM